這個我們這個課程的話 基本上還是有那個就是 難度的部分 當然因為我們這個班 同學好像絕大部分 真的還沒有學過程式 如果你們都沒有學過程式的話 就真的一下給你太多東西 你一下也沒辦法這個消化 所以也許慢慢的漸進的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再做一些複習 因為這個課程今天雖然結束了 但如果你之後假設同一個時間 有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再花一點時間 把它稍微做複習 那除了看懂程式之外 我建議各位 最終還是要實做 那之所以會導入這個證照考試題目 主要原因是因為 真的還是要實做 而且實做完之後最終還要驗證 也就是說啦 這個如果你真的想要把它學好的話 也許可以設定一個目標 可以把這50題 或者甚至90題全部 做熟之後 也許可以去報名參加個考試 那當然最後得到的 就會是第三方公證單位發給你的證書 我是覺得基本上 就表示說你有具備有這方面的專業技能 OK 那當然這是一個目標啦 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短時間內完成 但是你 假設你程度不好沒關係 你可以有個目標 也許短時間 你可以預計三個月半年之後再去參加 看每個人程度啦 那如果你有個目標 我覺得學習會比較 比較 踏實一點 比較不會說 可能學到這邊就停掉了 OK 那等於之後你再回頭要再看 要再 學習 接著 Python的話 那可能還是會有問題 可能全部都忘光光了啦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508這一題 那508部分的話 它重點就是說 輸入兩個正整數 而且它這邊輸入的部分 特別注意它是希望說 你能夠用那個 豆點分隔開 分隔開之後的話 然後把它輸入 到X跟Y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比較特殊就是說 如果你要輸入兩個 前面我們的輸入方法 基本上不外乎就這樣 就是輸入一個 A 然後呢 再第二次輸入 一個A 或一個B 會X跟Y 那假如說呢 你要同時輸入兩個字的話 那input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用法 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在 你不用同時輸入兩次 你如果要同時輸入兩個正整數 只要在中間加豆點的話 那你可以這樣撰寫 就是說可以在X 跟Y之間 加一個豆點就可以了 那他就可以知道說 你輸入的時候 那我會把你輸入的第一個詞 放在X裡面 第二個詞放在Y裡面 而且同時幫你轉型為這個 數值的形態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輸入的話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可以 符合他題目的要求 OK 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要求最大公因數啦 所以輸入完之後 原則上呢 也許我們先給一個變數 叫GCD 這個GCD其實就是最大公因數的縮寫 那當然呢 預設值我們從1開始 之前從0開始嘛 那為什麼從1 因為能整除 的最小值 基本上就是1啦 OK 無論哪一個 哪兩個正整數 他們兩個最大公因數 基本 最小公因數 基本上從1開始 也就是說 如果說他實在找不到其他的 公因數的話 那基本上他的最小公因數就是1 所以我們從1開始 那底下的話呢 要怎麼樣可以滿足那個題目的要求 就是 所以喔 他假設輸入什麼 輸入一個 這個 12跟8的話 那為什麼會得到4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啦 我們以這個當12跟8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寫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範圍的話 我們可以什麼 for i in range 這個 for i in 這個前面我們也有寫過 這個同樣的 所以 如果是有固定範圍的話 反正你就把這個for i in range 記下來 那範圍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 就是要讓這個 範圍裡面的值 不斷不斷的去 跟x跟y 這個相除 除完之後得到了余數 然後呢 求出呢 他們兩個之間 最小的 公因素 是 最大公因素 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for i in range 後面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1開始 豆點後面的話呢 當然我們一直讓他跑 那跑的話 基本上他 他這個題目 基本上的設計就是 x跟y的關係 理論上 當然我們可以直接取y的 讓他一直不斷除 除到y 為止 那這邊 stop 所以加1 OK 然後冒號一下 也就是說呢 我們先取1 再取2 再取3 再取到8 為止 OK 做什麼呢 讓他跟x跟y 相除看看 能不能整除 所以能不能整除的話 前面也講過了 你就求余數之後 如果等於0的話 那表示整除 而且如果兩個都整除的話 其實我們主要是能夠 被x跟y同時整除 的話 所以呢 如果 如果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寫一個邏輯法 如果 能夠被x整除 那x整除的話 就x等於 x嘛 除以 除以的余數 所以用百分比符號 除以多少的余數呢 除以i的余數 假如能夠被整除的話 就等於等於0 OK 這個我們前面寫的還蠻多的 然後再來的話 and 第二個的話 也能夠被y整除的話 那and後面的話 同時 所以我們可以 其實脫軟一下 把x這個複製一下 把這邊改成y 那也就是說呢 跑一個回圈 看看哪一個 能夠滿足 滿足這個條件 那條件的話 就是能夠被 x整除 也能夠被y整除 的話 OK 然後呢 我們加一個 的話做什麼呢 那我們就把那個gcd 把它留下來 它因為呢 我們回 這個回圈的範圍 是從 1 跑到 8 好了 假設這個y是8 那 我們理論上 如果能夠滿足的話 1一定會滿足 所以gcd 它基本上呢 我們就直接把i放進來 那也就是說第一次跑1的話 1 滿足 所以呢 它會把1放到gcd 所以gcd 呢就變成是1了 那再來的話 如果是12跟8啦 如果再來是2嘛 2 能不能 這個被12整除 可以 被8整除 可以 所以這個gcd的話呢 那就變成2 OK 就是說 它變2 再把2的值呢 塞到gcd 所以 gcd 裡面本來是1 那就變成2了 那再來3 3不能就跳過 那再來的話 4個不可以 4也可以 所以再來就是4把它放在gd裡面 拿5不行 6不行 7不行 8也不行 所以最後的話呢 就把gcd print出來 那就是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 再來的話呢 我們做完這個結果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結果給print出來 把那個什麼print出來呢 把gcd的結果print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 加一個print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gcd的結果 把它print出來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就完成我們要的這個結果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來demo一下 假設寫完之後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執行第一個 我把它放大 這邊把它放大一下 cd加 然後 輸入兩個 假設題目一樣 我們12.8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會把這兩個值 分別丟到x跟y裡面 當然呢 你想說 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用之前教過那個sprint來切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說太麻煩了 如果它本身有提供這樣的切割功能 那你就是 用這個內建的功能就OK了 就不用把它弄得太複雜 OK 好 那我們就把12跟8放在x跟y裡面 然後讓它跑跑看 最後的最大 供應數是不是4 Enter一下 OK 如果得到4的話 那表示呢 就是這個 這個符合題目要的 這個 這個輸入輸出的規範 那再來的話 就4跟6好了 假設我輸入4跟6看看 輸入直線的話 這邊就是4.6 OK Enter的話呢 那這邊的話就得到2 OK 那當然順便講一下啦 這個後面的for i in range 這個y的部分 當然你改成x 其實理論上應該也是對的 反正只要取 取x或取y 其實反正跑到其中一個 的詞 為尺啦 OK 那這樣的話可以去 Check一下 能不能同時被兩個 這個正整數整除的這個邏輯 如果符合的話 那就可以求出他的最大供應數 OK 大致上是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你要思考什麼 如何把這個程式轉換為有這個什麼呢 就是DEF 也就是說上方 我們必須怎麼樣 Enter兩下 打一個DEF 那他題目要Compute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Compute 那Compute的話呢 就是說 他要輸入兩個參數部分 那參數部分的話 當然啦 如果你要偷懶的話 當然最簡單就是跟變數名稱一樣 OK 那我們就用x跟y好了 這樣的話你就不用再改那個x跟y裡面的那個名稱了 好 那Enter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本來沒有那個函式 把它改成有函式 我之前有講過哦 就是幾個步驟就完成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什麼呢 把中間除了Input以外 跟這個Input跟Output 所以這兩個要保留 把他們中間的這一段程式怎麼樣 直接搬到這個上面來 OK 第一個 因為裡面的那個x跟y 都名稱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改了 就是本來 這邊是變數啦 可是到這邊應該參數 理論上有的時候是名稱不一樣 如果名稱不一樣 那你裡面的x跟y 就要必須更改 好 那我把中間這一段程式 把它放到上面來 然後並且按一個TAB鍵 OK 表示說呢 我是在這個 這個 function下面執行 那最後的話呢 因為我要得到結果 在這個地方 去把它出 所以哦 基本上哦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這個 function的話 第一步 請你在這上面建一個 DF 這個 function名稱 第二步的話呢 把它中間 除了Input、Output以外的程式 放到什麼呢 放到DF的下方 並且按那個縮排 這個第二步 那第三步的話就是說 因為我們 要讓它可以Return 所以特別注意 在這個程式裡面 記得它多一件事 就是在把什麼 移到 特別注意哦 這邊必須要在這個 最下面一行 多一個叫Return 的敘述 那Return什麼呢 就是把GCDReturn回來 因為我們將來 需要把它print的出來 所以哦 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Return GCD 好 那這邊已經OK了 所以也就是剛剛兩個步驟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 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底下程式拉上來 然後按個縮排 然後再多一個Return 這個GCD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1跟2完成之後 那我怎麼呼叫它 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呼叫它的話 請你主要是在哪裡呢 主要在print的這個地方 本來是直接把那個什麼 GCD就print了 但是因為現在 做動作是在這個函式裡面做 它最後只是把這個裡面的值 幫你丟回來 所以如果你要能夠取得 GCD裡面的值的話 很簡單 只要把 ComputeX跟Y 的這一個呼叫 把它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需要取得GCD 但是我是丟X跟Y 那請你幫我處理完 處理完之後呢 直接把GCD return回來 到哪裡呢 到這個 function 本身 OK 這個當然 可能有些同學 也許沒有寫 function 的經驗 然後會覺得不太熟悉 不過慢慢 大概多做幾次 我想慢慢你就熟悉了 原則上大致大概就是這樣子 剛剛的1跟2之外 如果你要呼叫它的話 記得 把print這個地方 直接 比較不需要貼的 就直接拿這個上面的名稱 放到這邊來也可以 它會把GCD的結果 return到這個 print刮弧裡面 所以得到結果應該就會一模一樣 那這個概念 其實跟那個 如果之前有學過VBA同學 也類似啦 VBA裡面叫 function 這邊叫 DEF 所以其實 當然其實我是覺得 有蠻多地方是相通的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執行 那如果輸入12 豆點8的話 那理論上就是輸入完X跟Y 放到這邊 X跟Y 目前在print這邊是兩個變數 丟過來之後X跟Y變兩個參數 然後它run完之後 再把最後run完的結果 return到這邊做print 所以有Enter的話 它得到應該是4 沒問題 那另外的話 題目還有一個是4豆點6 所以把4豆點6 放過來之後的話 一樣把運算的結果 丟到這邊來 那就完成這一題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 先不要做DEF 第二階段再把DEF做出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住民視頻 按摩 我們要是一分